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德国时代周刊3月7号在显著版面刊登 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文章 报道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等进行活体器官摘除 并一直获得西方默认合作的事实 消息令德国社会震惊 这篇题为下单订购心脏的文章 用一名死刑犯的遭遇 引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实 并对欧洲部分与此有关的医院和医药公司 提出道德质问 文章介绍 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检察官大卫·乔高 收集到了大量的信息 有力地证明中国大陆医院、劳教所 以及监狱系统运作 专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 文章揭露西方医院和医生 对中国器官移植中心提供技术支持 却从来不提出问题 文章说 中国医师得到德国医疗技术 允许他们在中国移植死刑犯的器官 实施践踏人权的医疗技术 文章还透露 中共活体摘取犯人的器官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报道 贵州省台江县 隔一乡后少村村民因为不满政府低价争地 即会抗议近一个月 3月21日村民与地方当局发生激烈冲突 多辆政府争地车辆被砸 随后当局派出上千特警包围村庄 并殴打抗议村民 数十人被抓捕 大批村民被打伤 目前当地的网络通讯已经被当局全部切断 3月24日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中国的结核病是全球蔓延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中国现在已经有42%的人口感染结核感军 每10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肺结核病 报道说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 中国大陆每年新发的结核病人有100万 位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印度 报道引述大陆疾控中心 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陈明廷的话说 中国感染结核感军的人口比例 远远超过世界人口感染水平的三分之一 目前有5.5亿人感染 其中约有一成人会发病 好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